昨天早在重陽橋下經見一具口鼻遭到膠帶纏繞的男性不失 透過按壓指紋比對身份 確定是在中和開設當鋪放款的陳姓男子 纏繞的膠帶上踩到其他人的指紋 有他殺嫌疑 而早在案發前幾天 民眾在華中橋撿到陳姓死者的手機 警方懷疑是黑吃黑 大批員警面色凝重在碼頭岸邊 緊急將一具遺體拉上岸 確認身份 6號一早6點多重陽橋下經見一具口鼻 被膠帶牢牢纏住的男性浮屍 經過按壓指紋身份比對 確定是家住中和的一名陳姓男子 原來在案發的前幾天 有民眾在華中橋撿到一隻手機 但是因為連日來的大雨 造成手機進水沒有辦法開機 警方只好透過手機殼裡夾著的一張證件 來比對遺失者的身份 找出就是這名陳姓死者 根據了解這名陳姓男子家住中和開設當鋪 進行放款 在外野欠下債務 他被打撈起時 口鼻糟 膠帶纏住 冤巾採機膠帶上的指紋 發現並不是死者的 這也讓警方懷疑會不會是黑吃黑 引發的糾紛 也讓他殺的嫌疑越來越高 死者的口袋裡找出一把保釋間鑰匙 跟五百塊現金 但車卻下落不明 送到分局的監視小隊 或者是這個刑事局的這個見識中心 然後去採指紋 然後一般如果有失蹤人口 或者是有刑案紀錄前科 還是可能有老人納印過 就可以採集到指紋這樣子 整起案件還有疑點 警方也通知死者的哥哥 從南投北上製作筆錄 希望儘快釐清案情 記者王文君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